你好我是K-Bone 今天來介紹八狂怒 彈跳毒藥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多影片 如果喜歡這些頻道內容 歡迎加入會員或是使用 Donate 來給予我更多的支持 感謝你 OK 進入正題 相信這一季新增的 T17 應該是許多人都倍感艱辛 想要攻克的全新高強度內容 在《魔幻老頭》玩了一陣子之後 我也在想該怎麼打會比較輕鬆 正巧偷瞄到了隨風跟彈卷捏了一套彈跳毒藥的POB 加上對追劣坦度的信心 於是跟老朋友阿哉借了一雙球鞋馬上開組 目前這隻流派的坦度還不錯 傷害利用球套搭配綠球妖 還有富吻輕鬆堆了起來 目前記憶體還有很多提升空間 巴士王跟T17跳一下地圖詞要打贏都是沒有問題的 唯一比較大的問題就是球鞋 這一季的價格真的太感人了 撇開罩架不談的話 整體的建構也算是相當有趣 首先來看看技能吧 主技能是這一季新出的 毒藥的改造版本《彈跳毒藥》 彈跳毒藥會把投射物的數量 轉換成技能的可連鎖次數 這個連鎖會在有目標時 集中連鎖在單一的目標身上 因此拿取大量的投射物 就能有效的提升單體集中數 以及輕吐效率一舉兩得 串聯上高頭高階騎射必備 再來選擇無邊異能、虛空操縱 有覺醒版本的話都會更好 最後一個串聯選擇使用火栓 將魔力消耗轉為消耗血量 光環的部分開啟了惡意、精準、火力以及暴風之盾 配合盾牌薩菲爾的智慧將法格提升到50%左右 最後再串一個啟蒙來減保留 鮮血狂怒提供的攻速加成 先組威士串上撲殺 拿取額外攻速跟少打10%血量 詛咒使用了絕望跟時空鎖鏈 串上了奧數烙印來自動放 鋼筋鐵骨用任何觸發方式來定期解流血跟提供容錯率 最後位移使用盾衝加冰順萬年不敗的位移組合 天賦跟昇華的部分 昇華選擇坦克喝水人嘴裂 常駐三域藥劑跟跑水 還能夠提供中毒的相關增傷 天賦的部分跟一般中毒流派點法基本上是大同小異 比較特別的是把天賦的綠球 通通點起來拿取大量的增傷 以及投射物圈的專精 提供了每次連鎖的增加傷害 對於缺乏Increase的混沌流派 可以說是非常強的增傷點數 最後是點出了一圈擊回圈 對於彈跳毒藥來說 擊中頻率高又能長期維持 擊回的效益非常的不錯 如果能在戒指或是看守上拿 那就能相應解放掉這一圈 但我也在台服的活力極為看守 一顆最低就要加29神聖 我是真的花不下手 後續如果產量起來價格下跌 才會比較推薦購入來使用 另外這季的刺青回歸了 讓法壓跟跑速問題得以解決 目前刺了一個法壓剛好滿 跑速的話還要考慮命中 刺到打不到怪的話就有點尷尬啦 星團的部分開啟一巨一鐘 等級提升還能再開一個中型 巨型選擇了8天混沌星團 起出3個通用的大典 不解優雅 堅定邪靈 邪惡灌木 殘酷之處的效果因為缺乏對怪物阻礙的來源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這個部分要注意不要抄下去 中型選擇了4-5天的投射物星團 起出貫徹始終跟背誦者 貫徹始終的效果就跟前面講到的投射物專精一樣 能夠提供給我們大量的increase傷害 對混沌流派的效益很不錯 背誦者就主要是拿攻速 因為其餘點數都沒什麼用了 就加減拿一下吧 其餘珠寶的部分 使用了一顆致命的驕傲 人民完全不挑 只挑數字就好 放在遊俠右邊的珠寶插槽 提供了大量的力量來滿足需求 同時還能從大點附加效果 找到承受的誤轉元素商來源 很殘念的是 台服的軍團珠寶產量超級少 不要說三轉傷的了 兩轉傷的市場上一顆都沒有 所以最後我挑了一轉傷的 搭配兩個4%生命就買來用了 所以最終只轉了90%承受傷 相比白轉少了7%的物理減傷 目前整體來說是還夠用的 刺客右邊的珠寶洞 放了一顆直覺之月來省點數 打到生命、法壓、命中、補償 整體來說CP值還不錯 一顆風暴龍罩搭配藥水池 輕鬆的達成全元素異常免疫 最後是一顆服血珠寶 下面的池就盡量挑有用的吧 後續等級提升可以再多開看守 找惡意傷害型異常加速 或是條件允許就可以買活力機會 這兩隻都有的話當然更好 但價格想必也就呵呵了喔 呵呵 然後還有刀獵者之圖的加一球 一對40滴 如果你買得起真的很強 但也很苦 自己振作一下 縱神戀與盜賊的部分 主神選擇月影 日要二折一 看你當下是要打王還是刷圖 副神選擇瑞斯拉薩回藥劑 由於我們幾乎會把藥劑打乾 能拿越多充能提升覆蓋率 那傷害表現就會越好 盜賊請選擇全殺 裝備的部分基本上是一個傳奇人 每個部位都非常的重要 其中最貴的就是球鞋 也是整個建構的核心部位 建議先存到一雙再來玩 台幅現在賺錢 真的真的很容易喔 如果你少了外掛就不會玩了 拜託趁這個賽季熟悉一下 這才是這個遊戲GAL的樣子喔 頭盔使用自製黃裝 找破裂混抗或法亞德來製作 用精髓骰出好看的後綴 之後就搭配紅藍王通貨來骰 點出前綴血量並空一池 打上密教工藝物理承受轉傷 最後再將紅藍王的池骰好 物理轉傷跟閃電傷補償 手套使用符文找瓦加1綠球的 符文滿球時有60%的中毒機率 搭配毒藥本身就有100%了 同時每顆綠球提供了2%的攻速 還有5%的持續傷害加成 整體的效果非常白癡 搭配鞋子 銳勒蓋取的機罩 俗稱的球鞋來常駐滿球 這季被砍掉跑速後 球鞋的價格卻是不減反真 真的是太苦了 請大家加油 胸甲使用追劣制服雷雨 提供了50%轉傷簡單又暴力 後續瓦池還能夠找投射跟範圍 提供加4等級 對傷害的提升巨大 但超瓦的陰影讓我感到恐懼 想要提升到畢業的請自行靠賽啦 項鍊使用沒有人愛的復仇誘惑 沒有錯 這個破爛地板傳奇 是我們運作的核心裝備之一 這就要先提到腰帶了 奧利西亞的喜悅俗稱綠球腰 提供了加1綠球 並把所有跟綠球有關的來源 通通轉換成了苦痛球相關效果 但球鞋會讓我們常駐綠球 因此兩者搭配之下 我們就能夠同時擁有這兩種球 而綠球的來源就是項鍊了 如果你非常有錢也可以考慮 購買盜獵者之徒的對碰 這樣項鍊可以換成另外一條 必所遺忘 來拿到加2頭收入數量 或是轉而使用永魂鬥爭 拿取大量能力之跟15%菩薩 請依照你的財力之行選擇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窮 那買一條好的復仇誘惑 基本上就能夠橫行後期內容啦 由於是沒有人要的傳奇 因此可以大量收回來瓦 上罪瓦出加1詛咒就畢業了 我這條是在市場上買到的 雖然很貴 但還算值得 圖有選擇決鬥下方的加1綠球 沒有瓦加1咒的話就圖加1咒吧 綠球奧的部分也可以調瓦磁 早有惡意光環效果的即可 項鍊用了兩顆紙巾基底 主要就是補出抗性跟生命 還有極度缺乏的勵志 盾牌使用薩貝爾的智慧 提供了大量抗性 加持全部大抗 還有最高30%的法格 算是便宜又好用的部位 如果你能找到方法極限補抗 那拿紅王盾來充滿轉傷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全身的綠球來源 一共有基礎的3顆 加上天賦點完3顆 手套1顆 最後腰帶1顆 這邊來算一下對綠球的收益吧 全身一共拿了8顆綠球 本身提供了32%的傷害 跟32%的攻擊速度 傅穩提供了40%的持續傷害加成 還有16%的攻擊速度 綠球腰提供了64%的更多傷害 總共就提供了116% 以及48%的攻擊速度 還有40%的持續傷害加成 增傷可以說是非常的誇張 最後講一下藥劑的部分 一罐血水 基地使用不朽藥劑 能把面板的恢復量速 自洗的越大越好 彈跳毒藥會將15%的藥劑面板 轉換成點傷來作為傷害 所以比較大罐就是比較痛 剩下的功能藥劑綁定了3玉水 藍玉使用恨意來充滿轉傷 最後一罐水是跑水來抵消改版失去跑速後 球鞋的持緩 一條後綴洗出避免感電 跟天賦湊100%搭配風暴龍罩 一罐洗出機率免暈 最後一罐可以洗剪主作效果 或是增加攻速都可以 跑水記得要把品質上去 時間夠長才能夠藏出藥劑效果 裝備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後續提升的方向其實很多 盜獵者對碰、憤怒閉鎖 活力極肥看守、三轉傷的軍團珠寶 統統換上去之後 傷害跟防禦都能夠提升到頂級的水準 至於平血暈眩套其實我試過 但是由於血水很常丟到乾掉 很難點出手術大師來一直喝 加上綁定了大量的傳奇裝 為了運作還需要再補一顆戰日 如果戒指再換成傳奇 在抗性的調配上會很吃緊 試了一下最後還是轉回免暈 即使沒有使用暈眩套 這套的坦度跟傷害表現 其實也夠打贏T17跟無欲吐了 前期防禦還沒完善前會比較害怕持續傷 後續解決彎就沒什麼問題啦 本來只是想要組一個能打贏T17的機體來逃課 左思右想還是回到了追獵的懷抱裡 而新版本的毒藥表現 不管是傷害還是視覺效果 玩起來也算是別有一番風味 推薦給對追獵有興趣 或是想要攻略T17的共有參考 目前成功攻略了大部分T17了 只有卡塔莉娜洗了一條爛池 最後差一點點隱恨敗北 只要池有洗好也是能夠通關的 這幾天球鞋的價格也降了 如果你還在會T17頭痛 那不妨讓藥娘帶你輕鬆攻略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走之前別忘了按個喜歡再走 那我是KBON 下回見 在這邊 我們要看